西联沛 三個小時! 今天又來了三個人 首先當然要討論 我們現在錄音這一刻 新鮮煮的奶 就是這個Donald Trump Twitter 事件 其實不止一次 今次凌晨發生,在美國是凌晨,下午1、2點 立時影響到我們世界和香港的股市 美國1、2點是開始中間,由早上9點到香港 其實你不要在香港開市,因為它當然不會在香港開市 如果在美國1點多,即是星期日,因為通常都不可以在開市的時間 直接影響就是首先影響到香港,因為香港最早開始 如果有留意新聞,大家也會看到 在星期五之前,會立刻將原本10%的關稅增加到25% 亦沒有說過有什麼條件之下,會收回 因為它只是說了一件事,我們已經等了10個月 搞來搞去貿易談判都搞不定,就要加稅 直接問周顯大師和Kelvin,你有什麼看法 你先說吧,你先說吧 你先說吧,還要說回多一點的背景 還要是前一天的新聞還在說,即是政府 兩邊的政府都在說,很有建設性 很正面的,都是說進展是良好的 都是可望很快就可以每天簽得到,即是可以每天簽得到 在大家都不在意的情況下,他突然間在電腦上說這些 所以我也有一個朋友,之前剛剛跟我說 我早就猜到他們好像和北韓一樣 一定談不成,一定反抗 他一定會扭一扭 扭到可能有機會談不成,也不足夠 這個就是特朗普的慣例 就是埋桌談成那一刻,一定會反抗 帶一帶禮,讓你縮然後看看有沒有再好處 他本書有說,有這一招 即是交易的偽造,類似這樣 你們怎樣看現在的發展呢 首先第一樣,所有人都會關心 現在設定死線是星期五 有很多人就說,星期五做甚麼都改不了 你中國浪費氣,星期五一定會加 這是第一關 第二關,會否再惡化下去呢 不單止只是這幾百億的關稅匯加 最後去到所有三千多億美金的美貨 全部都要加到25% 我想特朗普當前來說 最重要的大事就是選舉 他應該做每一件事都跟選舉有關 所以我們認為 越近選舉,那樣關聯性越大 所以在兩年前的時候 他們都說一定不會談成 即是等他臨選舉前才談成 我一直都堅持這次見 到最後說臨談成的時候 我都說到最後都要再反覆多一次 因為距離選舉還有一段時間 補充一點點 選舉就是2020年11月 現在才2019年4月 所以當初說得太早 我想都要玩到選舉 反而如果對於大事來說 這樣反而是比較有利一點 因為這個好消息出貨 所以我仍然是覺得 總而言之我不知道 怎樣去判斷他究竟何時搞好 總而言之他一定是覺得 是對於連任最有利的時間去搞的 所以現在很明顯 不是對於連任最有利的時間 所以我並不認為會很快解決 我又從投資角度去問問大師的股市 你覺得今天香港的股市 跌了都不夠3% 原本最多跌1100 現在跌了800多點的話 是跌得太少還是合理 還是會不會再跌下去呢 如果純從技術來講 因為我覺得就是 補充點 我們這個節目出街可能已經是星期三 不要緊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OK 即是炒這麼久的股票 得出一個答案 得出一個心得 就是千萬不要跟著新聞屁股跑 最好就不要看新聞 即是你的新聞只是參考價值 於是你再看那件事 只看高低 即是只看數字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 為什麼突然會有些好新聞出 或者突然會有些壞新聞出 不知為什麼 所以其實跟新聞和那個關聯性 是一個事後恐明的關聯性 所以你今天也預計不到 除非你掌握多新聞 譬如你是拉登的 那你當然是很多事情很好解決 如果不是你不如看數字 即是純體數字會比較有效 純體數字來說 現在上了去 之前沒有消息 就這樣升四千多點 但如果最低的時候 開始算是五六千點 應該是兩萬四千多到三萬以上 那你回到兩千多點都正常 即是我覺得 回到兩千多點 在技術上來說是正常 回到兩千多點 即是現在還差一千二點 即是還要跌多一千二點 我相信慢慢滾下去都很正常 反而是很健康的 即是你現在真的三萬點就不健康 即是你正正常常 去到兩萬八 大家七千多 八千多點 大家玩一下 反而可能市會比較有效 如果現在 一萬三萬 三萬 三萬 四萬 然後就玩完 大家更差 我覺得反而不如下去健康 時間更長 那你覺得 今天跌了八百幾點 如果禮拜六 禮拜五之前 都沒有什麼好消息 劉鶴又好像說不去 之後他如果真的 好像他這樣說 星期五真的加關稅 加了稅15%的話 那會再跌 是嗎 這樣說 股票是沒得估計的 但中短 中線 其實大線 長線都有一個trend 即是如果發生了這件事 中線的trend都是向下的 不過 我們 你知道 做一些股評的 多數都被人說 有兩天手 這隻手 這隻手 OK 不過 他之前有幾次的下跌 其實他今次上來有幾次下跌 都是gap down 但都是gap down一天 我們就不清楚 但是 如果照正常來算 坐在上面這麼久 是應該回的 就算發不發生這件事 現在借一些壞消息出來 回一回都很正常 我講一下我的看法 以往 第一件事 就是特朗普對股市很敏感 他每次股市跌一跌 他就會出來說話 他就會出來說話 通常說什麼 就是 有什麼理由 就是 減息減得這麼快 有什麼理由 美元那麼強 其實他一直以來 每逢股市跌 他就會覺得要咬上去 所以 我自己覺得 雖然他說定了一個帳號 就是星期六 就是要什麼 當然 現在我們沒有辦法 預測 但我覺得 以他的慣例 這幾天又會說一些 好消息 這樣說 我覺得 反過來說 每逢股市跌得好地地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打他下去 但現在已經打了下去 那他又要說話 打多幾天 就是他通常的習慣 不知為什麼 他都要打下去 他要等你就可以 星期六大學很開心 你最出手 另外一件事 如果用陰謀論計 談論計的話 他一定沒有可能 跟華爾街的莊家 大鵝有少許聯繫 應該這麼說 和華爾街的朋友 對 你想想 現在全世界都猜 星期六已經是期限 沒有東西可以改得到 大家都覺得應該要估 那如果這樣想 你覺得這幾天 他會不會又發出一個 推特的說 其實又沒有 你們想像中那麼壞 我又想再爆你 有兩個不確定的事情 就是 暫時剛剛發生了之後 都沒有確定 會怎樣 就是中國有什麼反應 現在暫時 我們這一刻收到的消息 就是有公佈的消息 就是說 有兩邊的 一個就說 不去了 一個就說 可不可能去一去 我不是說 這個第一個 要考慮到 就是 中學政府會怎樣回應 第二 就是 他有回應 沒有回應 好 川普好像你這樣說 他中間禮拜三 禮拜四都可以 又說 就算沒有發生過 他都說 原來他們現在又去談 他的Twitter的威力 是 完全不需要任何東西的 back up 不需要依存任何路線 他知道說什麼 我這樣說 好嗎 現在你假設他是一個神經的人 還是一個正常的人 扮成神經 或者你假設跟華爾街勾結 還是華爾街沒有勾結 如果我講一個 我沒有勾結就沒得了 有勾結就有得了 我記得嗎 如果勾結的話 至少你也要落多些 等他取得了 profit之後 再等他在下面再收舊貨 才能夠再說好東西 而這些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現在這樣說是沒有利益的 一個星期內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要去做的話 就可能散戶 現在沽了 接著take profit走了 但那些大戶不是跟你做這些事情 例如華爾街那些 那些人不是這樣做 現在我做了空倉 然後你就塗幾東西下去 塗的時候 塗夠了 我就慢慢沽慢慢沽 然後平了 然後再買回凸 然後再買回凸 因為人家買的那天 人家買的那天是以千億計 可能是 不是好像我們那樣 做兩皮 然後希望賺五千 那就搞定了 不是這樣 人家需要時間 你每天都要有那個風流 譬如今天 譬如你一天成交 假設一天成交一萬億 如果一天成交一萬億 那他大部分都是自己打自己的 你可能有九千億對銷狀 你只能慢慢收一千億 那你要收 你要用很長時間 實際上你要很長時間收 也都要很長時間沽 如果一聲就上去 如果全部都是你的 那樣的粗罪 像你原本的Big Picture的說法 就是時間都未到大選 那你就慢慢搞 搞得來一些 搞得來一些的時候 大家一路有錢收 其實你說的是華爾街 有沒有什麼 我想他都要不理 是不是華爾街 就是我覺得 你怎樣都要給 任何政治都不理一個現實 就是怎樣都要給支持者 一個 一個著數 著數 如果支持者沒有著數 下一次誰會幫你計算 我想全世界 你說的民主政治 一個支持者 就一定有著數了 這是必然的 那最後一說中國 因為之前也有聽過張五常說 他就說 在中美貿易戰的情況之下 其實最後發展的結果 中國可能會完全不理美國 因為問題就是 你很難預測特朗普 究竟要求什麼 不如我們就打定輸數 我們就站硬些 就在某程度上不作退讓 我寧願你 就有什麼關稅 判散我們身上 我們搞好自己就算了 他從來就是這樣主張 我們零關稅 你們不用跟你談 你們喜歡怎樣就怎樣 但他不是說零關稅 中國不是說零關稅 我們剛才跟另一個 跟張五常都熟的朋友聊 他說 他也在大陸有少許聯繫 他說不是 現在中國真的嘗試去談 一些零關稅的事件 不過不是跟美國 可能他跟歐洲 某一些有好國家 對 大家都聊了 他也說張五常說的都是三招 就是改革勞動法 放寬外匯管制 還有零關稅 這三件事張五常一直都說 我們剛才跟一個 張五常有朋友聊 他說 這三件事中國政府都好像在動 又嘗試去改革勞動法 嘗試去想想外匯管制 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放鬆一點點 零關稅去跟某一些國家簽訂 你們覺得這件事會不會令到 其實張五常猜的方法就是 我們不會再跟美國玩這個遊戲下去 總之我們的底線就是這樣 你要是要不要就算 我認識張五常 他不是猜的 他是主張 他是主張 是主張 如果國家肯配合 他做當然開心 外匯管制是最難的 你零關稅的話 我覺得個別是可以一個方向 勞動法就是 意識形態上又難說得去 但是他是不是執行 會不會寬鬆一點 就是優化他 優化他 尤其是說 我們剛才說到 那些社保 那些已經是減榜 令到經濟會活一點 這樣會做 周圓大師你覺得 他會不會跪低 我覺得就是這樣 如果跪低是有效的話 當然會跪低 但是現在當你發現那個人 如果太過分了 問題就是 你會玩那個東西 就玩到好像周星馳起的招惑 到這個地步 那些人又沒有反應 死了我兒子 然後又發現什麼 那時候你玩得太多的時候 你又沒有反應 如果中國其實已經準備跪低 但是他跪低只有一個前提 就是那些人不要影響政權 那你要死的話 我沒有辦法 我也要跟你拼命 我寧願閉關 像北韓 好像什麼都沒死 那不如就拍一拍 即是你不要搞到迫虎梁 如果不然你可以跪低 應該是肯定跪 如果是跪低 那現在反而的重點就是 你叫我跪不重要 但是你一定要保障到我政權 保障到我經濟 你跪的時候還會罵 那怎麼辦 我跪沒問題 扣多兩個頭都可以 你不能跪的時候 我一架扣多兩個頭都還會打 我不是說可以跪的 好,到這裏